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3點36分 對,那就一樣齁,來錄製今天的第二部副盤影片 總共是14檔 那14檔也是剛好可以塞封面 封面就是塞14檔真的已經是 算是緊繃了齁,真的是緊繃了 那 呃,如果說想看關於大盤分析的話 那我覺得 應該算蠻值得聽的啦齁 反正是我自己個人的一些觀點 那如果說有興趣就看第一部副盤影片吧 然後在剛剛齁,就是跟群組小聊一下之後有 在看完這一根齁,這個 這個 這個 3點30分的時候 我看他收線,收失敗 有去開一筆空檔,然後對應著 這個我們台子 台子剛好那時候有到1452多 喔52多 然後說 我忘記有開在哪邊啦,怕我就不講了 那我反正就是在那附近,我去開 那 這個地方呢,這是我們剛剛講的免面之處 哇 這個是不是這樣 很彰很彰齁 這個地方又收那個下影線又上去 所以 可能目前還是在走一個皮弱的 皮弱的狀態就是納子 跟納子變弱嘛 那台子也會跟著變弱,因為夜盤比較連動 那這樣美元又稍微 測一下直升,又往上 那當然其實要真的強勢一點 就是不要回來測啦 不要回來測是更加強勢的 不過目前就是有小開一個這個空檔 那 待會有可能會稍微關注一下 在盤中可能就把它給 這個 截掉 現在其實也差不多可以啦 但是就是沒有賺到幾毛錢 沒有賺到幾毛錢 只要趨勢 也還未改變啦 所以待會 這個 有時候啦 我們做單是希望說 我們要看15分K嘛 希望說 不要再 突然就直接爆拉一根 那個真的是沒辦法反應 那如果說是慢慢長 在這邊糾結糾結去 然後長收過去 那就走吧 那就是給你時間跑 所以在目前先看影片就會回調 到 下來一點 就是 這樣 我們就要來看滑琴吧 滑琴前面 在上禮拜其實走勢非常的好 然後 但是有點 稍微休息一下而已啦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這邊有翻會員哥哥 不過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做進場 因為 他這個拉出去的時候 我還在糾結說 這個地方應該是個上禮線 應該會回來一下吧 沒有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在 收盤的時候 是進行第一筆彈第二筆彈 然後我就 看了他這樣往上衝 不過就算了嘛 我覺得就算了吧 就往上衝就算了吧 因為就 沒緣嘛 那或是說就是 不符合你的操作的策略 那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去糾結 那現在 如果說看過往的一些 K吧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如果說抓這裡 這裡也不太對 這裡好像有壓 但我覺得這裡沒有 我覺得他壓力目前 我比較沒有辦法去很確認去抓到啦 沒有辦法很明確 不過大致上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看的是這個區域啦 這地方是支撐嘛 上來這邊壓力 突破 回撤 往上噴 然後到這邊呢 也是算是一個支撐 跌破之後往上走 變成壓力 所以 大致上他今天這個位置 可能抓 142啊 140這邊 或許就是一個 呃 也不能說大級別的壓力吧 只能說我看到現在 他這樣往上漲 然後回來一點 往上漲 然後我也不會說 呃 無腦的去 去說什麼 這個地方可以空幹嘛的 那所以說 目前的一些位置呢 我覺得還需要再觀察 如果說有 後面有再 插上來 然後插上來 這樣去做 看法 或是說突破 之類的 突破爆大量 那可能才能夠很明確說 這邊可能是一塊 壓力 那 再來的 支撐應該還是會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等大盤回調可能才有機會啦 所以現在可能就是納入這個觀察的這個 自選名單 沒有辦法去 很確認的講說 這個地方是 一個 這檔是一個不錯的點 那這個支撐就蠻無聊 因為他就是 我之前講了 我說 他上去到這裡就10% 所以說 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要賺這10%嗎 還是說不要 那反正他的價格就很無聊在57.5這邊卡住 就沒了 沒了 這邊是支撐 疊破這邊就做停損 沒了 講完了 就這樣子 目前看的一些方法就是這樣去看 所以就 如果你看了短的話 基本上是不用問這檔 對 因為你問我的看法還是一樣跟你 跟你講一模一樣的話 好我們看一下這一個 銳玉的部分 銳玉部分呢 在上週 如果說你有看上禮拜的銳玉的復盤的話 今天有兩個人問我 還是三個人 忘了 反正呢 這地方下來呢 如果說你有看我那部復盤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做清場 基本上 你不會想做清場 那我自己本身更不會想做清場 因為 就發現說有一些線呢 並不是說這一條 連在這裡 而是說 他是連接 這邊下來 然後這邊剛好碰到 然後剛好 這地方有碰到 所以說 我們要把所有的下降趨勢線 所有的壓力就視為是 你的敵人 你要做多的敵人 那當然你要錯空就是 你的這個好防守 那時候的話 剛好是卡住這一根 所以說 在隔壁天的時候 我也沒有很考慮說 直接做清 沒有 考慮直接做清場 然後他 因為那時候他突破這裡 然後這一根有回撤過去 有撤到 好這根突破嘛 然後這根回撤 這是上禮拜四 然後上禮拜五就點下來 那今天又直接 開高 開低 然後稍微走高一點 又收回來 那我覺得他目前的情況 不是那麼樂觀 那 我可能就會看他有沒有 就會回調到這裡 當然他不可能一次啦 除非大阪差 他可能會到這邊再下來 之類的 我不太確定 我不太確定 所以說 就在 持續的做 觀察吧 持續做觀察 我覺得他 可能會走一波回調 然後到達這個地方 288 290 這個地方 我們還要宏達電 2448 那 248系 對不對 2498 直接看錯 這檔也有兩個人問 洪達電風 然後 有人問說有沒有機會到48 他說要看空 如果是我的話 我們之前講 忘記什麼時候 我就說這個地方是一個 三標旗 三標旗 就是 下跌後的 三標旗 我沒有 很看好他 因為 畢竟我在這邊 中間的過程中 我自己個人也不會 喜歡下打 但比較完美的說他的三標旗 應該是要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不過沒有啦 沒有他是上去下來 然後 他這個上升區 好像真的有一股壓力壓制在這裡 大家看得出來嗎 大家看得出來嗎 這個地方 對不對 然後 前幾天的低點反而成為今天的高點 所以說 這地方應該是有機會跌破之後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然後 可能這一波要看要回調到底部這裡吧 對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可能會到的 到了這裡 然後 之前有分析說他是一個上標旗 所以說他其實走的蠻弱勢 他就是比較跟著大盤在走 大盤怎麼走 他可能就怎麼走 那大盤現在開始有點在 正當休息的時候 他就 不太長 反而就去下底 那他的大支撐 我應該看他上升區 先加上 目前的位置應該是大概落在48 是前低點的位置 落在48 但是 有沒有機會到 會怎麼到 會一次到 還是 會會折騰 大家好幾天才會到 這個我不曉得 不過 今天確實一個跳空又開底 所以說他 你去做多的話 非常非常危險 非常非常危險 只是這邊的結構 我目前都還看得懂 上標旗嘛 然後 然後這個跌破這邊 整理要5天平 整理4天5台 那個平台小 小支撐 然後開 開低 然後 高點就是 開盤架 然後會往下 所以說他目前一個空放的訊號 非常的強勁 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我認為他 蠻有機會會持續跌 那有可能這邊會 可能有可能會慢慢的去走 到最後跌破 之類的 我不曉得 反正這邊 就是說 真的 到達這邊 你要去想做多再說吧 那你這個地方 去做多 不是那麼好 不是那麼好 好我們看一下 升達科 3491 3491 目前看起來 我上禮拜有做過分析啦 那這個好像這樣看 那反正的目前的看法就是 我覺得他不會想讓我去進場 做多 我覺得他們這邊 下來的小 小調節的壓力呢 這個黃色部分都沒有越過去 更何況是 他的大壓力 一層一層上面都是壓力 所以說這邊的一個小調節 就是他 會 可能會這樣去走吧 我看怎麼走 我覺得 你要接多放的話 就是在他第一次 第一次喔 下一次 應該說下一次 碰到這個下降局線的時候 再去進場 這個就是我多方的一個位置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我就pass 我就pass 目前的看法 是我認為這邊應該都有一些 不能去做多的啊 做多可能要等到這邊 有一個有所突破 我再說吧 當然如果有個人看法 我們看一下光照 光照其實在上禮拜的時候看到他好像在突破 不過我自己個人還是蠻偏 危險 但是今天好像確實是真的往上噴了 那 我可能覺得 會覺得說就是 恩 那就錯過吧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那時候其實有點模擬良可 因為他剛好他的壓力在79塊 而不是80 大家知道我懂我意思嗎 就是80塊是一個整數價格 那如果剛好壓力在80 那今天呢 這邊突破之後的價格是81 回來踩 80 那我可能會說 這個地方可能真的是一個突破 那 但是確實 我今天早上選了 那確立了 哈佛羅之後再回來的話就考慮吧 而且他是 算是不錯喔 走了一個 從去年12月到現在的空頭一個位置 然後去越過去的 去越過他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支撐壓力的結構 就之前在7月的時候 7到8月的時候的漲幅呢 那時候的這個大盤也是有上漲吧 但是沒有辦法讓他去 往上去創 我們要創高 現在終於疊在這邊整理一波之後往上拉 而且是越過了他的一個下降的一個推勢 所以說這個地方應該是我覺得往上走一波 不過不確定他到底 能不能夠 漲到老邊 然後這是我不知道的 那下一個壓力呢 我會 呃 現在應該抓到哪裡 是有點難抓啦 嗯 確實是有點難抓 現在能壓力抓到這裡好了 大概90吧 90塊左右 只是這個地方拉上去的90塊 那整體盈虧比應該是蠻好的 不過一樣喔 沒有買到我就會去等待 去等待他下來 那我看的一個支撐的一個 看的比較大一點 看這樣子吧 看這樣子 然後跌破這一根 我看這個區域都是一個支撐 就是比較保險的做法啦 提供給大家 好我們要威劍喔 這個成交戰術非常的少 自己 要做進場什麼的 都要自己 小心謹慎 看一下這條我為什麼畫的 誒 剛那檔是什麼 那檔是光照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好看一下 現在這三次區域的部分我應該畫在這裡 然後 這個地方 會把它貼在這裡原因是因為它跌破嘛 然後反抽 反抽 反而到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是它一個重大的壓力 然後也是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 就這樣 所以說 目前這邊的一個 位置 如果說我看大一點 那就是底部是支撐 因為這邊其實有一個很漂亮的回撤 應該說這個啦 有一個漂亮的回撤 所以它現在大空間應該是這樣看 那只是說 它還在調節 它沒有彎下來 我現在大盤還OK 沒有彎下來 那什麼時候 如果是我會考慮 因為它 平常的成交量有夠少 所以說 如果我是主力 如果我是一個宗職復 不要說我是主力 我會願意出錢在這邊 這個地方 去這個幫忙防守 而不是在這個奇怪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我自己 看走眼啊 什麼什麼之類 因為這個地方 你要畫也是可以啦 但是 講真的 這樣畫上去 那 你這邊如果說能夠進行一些很短波的操作 我當然覺得沒問題 但是我會覺得如果說這個地方去突破會更好 等待這邊 去突破再去進多單會更好 目前看起來好像真的有像我畫這樣的一個走勢 可能會延續的上去 但是我會只會做斑場 不會冒冷去做進場 而是等待這邊去突破 回撤 再去考慮進 這個多方 不然就等待這個地方 好我們看一下長龍 長龍呢 看一下吧 長龍應該是我回撤吧 我記得那個點是在100 100多少 155是不是 100 100 157啦 157 這之前是說 這種會員個股 在這邊的時候有抓 應該是在這邊的時候有抓啦 然後 這個地方的時候有 那時候有做進場 拉到這裡去賣掉 那現在突破一層 所以說目前的看法 依然沒改變 圖整個又切過來 沒改變 沒有任何改變 就是這樣 如果跌破了 就做出場 跌破就出場 因為我覺得他 這個10月25號的爆炸 沒有 到很大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上影線 還OK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還能夠承受 當然不是我能夠承受 是主力那些還能夠承受說 他沒有一個很大量的空方的位置 所以說今天卡在這個位置 收盤 如果是我 我覺得還滿 滿滿意的啦 只是突破後的回撤 那現在還是看有機會到這裡 但是 究竟有沒有機會 到達滿足 到達這個 現在區域線的這一條 或甚至到187.5這個位置 我是不曉得 但如果有的話 有18% 18% 大家自己參考看 只是你用3%的虧損 去賺這18% 我覺得是蠻合理的啦 但是 嗯 自己就 參考看吧 因為 誰也不知道 不知道後面 未來的走勢 究竟會如何 然後看一下聯電 聯電我這畫的好像有點亂 是不是應該把他給 第一扯掉 沒有 好我們 重畫了 重畫 嗯 這 這地方是40 然後 這裡是做了 一個 這樣子 算是 下跌後的 上歇形態 這個是 這個把它慢掉 上歇 形態 這個 下跌 上歇形態 下跌 上歇形態 好 那 這邊 我們分析完了 就是會在這地方 爆疊 疊疊 疊到這邊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其 其他的這個位置 跳空開高 一 二 三 四 五 大概畫出來了 重畫就清楚多了 撇掉一些 奇怪的線 好 那他的壓力線 基本上應該是我抓這個點 支撐 壓力 然後這邊有點小調整 但是還是算支撐 然後 這邊疊破一個 跳空的缺口 疊破之後 反向拉 又往下疊 所以這邊是一塊壓力 所以說 這地方如果說能夠站上去 大概是46.5啦 抓46.5這邊如果能站上去的話 才有機會往上走 才有機會往上走 目前 以圖畫圖啦 我不能說反正說正確 或說我之後更改我自己的想法 不過目前我的想法就是 這樣 那 以他的一個 大維度呢 就是說 支撐呢 這個位置可能會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覺得比較快速一點 不然就看這個缺口 左邊這邊我就不抓了 左邊這一側 這裡好像有一根 43 43 43這裡好像還可以 43 這 這裡 好像還可以 但是我不會貓然 直接蹲進場 我會先 check check他有手 我再考慮 這個地方 只是他 我40 43 46.5 我這樣去看 我們要移地點 OK 移地點的部分呢 他現在已經越過了 第一條下降曲線 越過去了 第一條 第一條越過去了 確實還不錯的表現 但是 他也守住了 也守住了 我們之前都是提早化的 我們也在鼓爛 提早化的 那 守住了 當然那時候我沒有看好他啦 所以說我不看好 我不做多嘛 我不會說我轉 我說 無腦就說 這個地方 我這邊看多 什麼之類的 我就轉 那目前的看法 我還是依然的 把這個 多漲的 部分的 貼一條出去 還是會從這個 複製出去 所以 意思是說 他還需要做一些調整 等待越過去的 這個 才能夠讓我覺得 他是 偏多看 那 最好是 一併 越過去 他最好是 張漲 然後 越過這一個點 再更好一點 越過這裡 我覺得這裡 我比較有興趣 我只要大家可能沒有過一個卡 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就看漲 你為什麼不要提早做進場 你為什麼不要七六做進場 然後呢 你這個到八六你就賺十塊錢 但是你要想 你要想你到底是做 左側交易 你是放長期 還是說你是做波段 波段就是我們要抓 比如說100到200 那 200到 230我看不懂 那到真的到過了230 我覺得他從230有辦法到300 那我就做 我就捨去了200到230這個位置 我就直接從 230到 300 類似這樣的一個看法 所以說我會去捨機到中間的這個漲幅 然後我只專心在 我能夠看得懂 我能夠去做單 那這個比單做下去之後 是能夠有效去突破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所以目前我覺得他是壓在某一些壓力底下 那 看不看就隨便 信不信就隨便 我是不曉得 究竟會不會像我講的一樣 好 我們看一下艾普 艾普竟然有 那我們看一下下單趨勢的部分 其實我在想說這下單趨勢到底 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因為卡一天就馬上上去 所以 到底有沒有用 恩 還是這條還是正確的 唉 難思考 難思考 好 那我更改一下喔 更改一下我把下單趨勢的部分原來是貼在這一根 因為他其實離得不遠 所以他盪到最後邊的右下角的角度呢 他會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說我目前是看這樣下來 那代表說 這是 應該說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壓力 但他是一個潛在壓力 那有潛在壓力 你有手上有單的部分 當然就不要去下單 你手上有單單就是可能你覺得 有潛在壓力的話 你就去 這個 賣掉的部分 那有潛在壓力的話 你就不要去做多 但有潛在壓力你也不要去做空 就是說你是站在一個非常中立的角色 但是 你有單的話你還是要先賣一點掉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所以他現在呢 可能啦 可能今天是有遇到壓力的情況 我不曉得是不是 因為這根也是很不乖的衝上去啦 如果這根只是卡在這裡的話 我倒覺得還OK啦 那今天這個收盤剛好 兩天把他漲幅這根給吞沒吞掉啦 剛好吞掉 那沒有多吞 剛好吞掉 所以他如果說 應該是有人在守在這個最底點 所以說這個地方如果說 明天啊有效的可能又真的是一個確立的突破 但是一樣我不會去做單 因為 就看不懂 如果說我把他貼過來這邊我就更看不懂 所以說目前的一個調節段就是 一樣你能夠用軍線操作 你可能也是能夠從底部操作上來 不過我就沒有辦法 軍線的部分剛剛卡在這個地方 還在 明天應該是最後的通疊啦 如果說明天有一個深度的疊 疊破起掌的這一根 也不算起掌啦 疊破了這個大量的這個底點 然後也疊破上去線 可能就會回調到這裡 反彈 鐵 反彈 突破就是上去 所以接下來我進的多單可能會考慮在這地方 或是說在下面這一層 W底 W底 也不算W底啦 反正就是一個底的一個位置 這邊 看這邊啦 我不會在這邊做進場 我直接在突破的時候做進場 然後或是到下一層 所以我們目標 蠻明確的 就是 看他有沒有辦法回調 然後我就說真的是直接突破上去 這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16 16 看一下 看一下 疊多少 嗯 沒疊幾塊錢 14 14504 欸還要往下走 好吧那就 試去看 歪條簡單下山區先 等下突破我們就跟他say goodbye 14 1450 510好了 好一點 我一點 換錯 14508好了 他滑掉 OK 14508 喔我們就繼續講吧 還要滑溪 滑溪 哎 也是一個看不懂 不過目前大致上啦 大致上我們先抓這樣的一個空間的一個 感覺 只能抓一個感覺 空間的感覺的意思是說 我們把這些散一散好了 就以前過往的線呢 就不在流量了 我們就專心 哎 還真的長上來 觀察一下 再長高一點就把它給扛了 嗯 我還是想要把這個感覺 我還是要把這個感覺 是多麼的感覺 沒有 把這個感覺 了嗎 好嗎 感谢观看 走啦走啦走啦 这样就根本没赚多少 不过有赚到钱就开心了 就这样 好我们来持续看 这个我看不懂 我们把这个关掉 不看了 不看手机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 这个地方 其实我是比较看好的 是白色的线 中间这些调整的过程 我可能真的 没办法很明确告诉大家说 到底哪边可看哪边可不看 所以我真的 对于这场的支撑压力 真的着实是真的有点看不懂 就是有点看不懂 还是这个是要看不还原的 看看不还原的吧 高底 真的是这样 难道是这里 哎呦哎呦有feel哦 那这个是看不还原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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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不懂 就是它中间这边调整的过程 你也没办法去进打 等待它突破这一层好了 突破这一层 再去看看吧 突破那层 不然就跌下来 那跌下来我在想 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这条线到底有没有用 这条线目前就是一个位置数 所以说 它就要往下跌到这里啦 然后去来个双重的支撑去撤 可能就有机会啦 不然目前就等它突破前高 再去 进单吧 我们目前看这样 然后大格局的 大格局我会看的是 可能真的是拉一拉拉个几个月 三个月 然后最后跌到白色线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不过目前就是处在一个 不是那么看得懂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泰鼎 呃 49的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泰鼎 泰鼎也是我们的会员个股 就是这个地方 突破 回撤 拉拉 然后突破了 欸太漂亮了 所以说今天如果报大量 欸有啊 终于 如果说你看三一副复牌 看那个 讲个股分前三档 你会觉得 怎么突然让我觉得很头痛 因为那个突破呢 根本好像不是在突破压力 好像就是随便走一步路 那种感觉一样 我只是不知道 就是今天的 那前面的那三档 算前面两档 那现在突破可能有机会从这地方到这里的 不过 自己考虑看看吧 因为我们 呃大部分有去做进场的这个 呃 人 都是从这个低点去买 53.5然后抓到这里有10%了 那如果说再接下来再去抓的话 就一样会从这地方开始抓 应该是从这地方开始抓 一样是抓 这里到这边有11% 然后 诶 一到 这里放到这里 这是成功的 这边是成功的 好那这边到这边就是一样抓3% 那你要多一点也可以 我就抓4% 可能跌破这边 呃 7张点 再走 都可以看自己 那你要4%之后是你亏损的 你没有把你的那个 呃 买进 卖出的手续费给算进去 可能就会到到5-6%这样子 所以说 就看自己个人这边有没有兴趣吧 可能就有机会到下一层 我是抓的很保守哦 抓他整数价格65 他最高是65.5 那这边是65 也是65.5 然后这边最高是66.6 不过前高点不一定是 所以你要找到那种多点碰出到 所以 嗯 嗯 这一单这边是一个蛮舒服的一单哦 就是 缓缓的 缓缓的这单上去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康书 康书目前的部分 我还是持续去等待他能够越过去 最好是能够突破30.5周到回撤 我目前都还没做等待到 然后呢 这边啊 一定会有人等不了 所以说这地方应该 拉一个位置 给大家看什么时候 真正要突破啦 搞不好有办法再慢慢的晃啊晃啊 晃到12月底 1月初这边才会突破 对所以说慢慢等吧 就是把他 有兴趣把他加入自卷谷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结束啦 那今天也有空到 一个完全没有什么 也完全没办法补我 早上亏损的一单这个起货 不过就有做到单 然后也在 这个一边复盘一边做到单 也不错啦 那今天就差不多 这样子了 明天再来看吧 因为一天真的是 不要下太多单 下太多单呢 有时候会 不知道哪条神经就会不会太多 麻痹的 然后 就会开始不然下单 好 那就明天见吧 谢谢大家 拜拜 接下来会不定期更新 喜欢这部影片的内容 请订阅及分享 再次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